欢迎回来 迈入20年的 沙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 推出沙妹经典作品重演 率先登场的是 《踏青去》 这出在2004年首演的作品 以梁柱的故事贯穿 被视为是女同志作品的经典 而且演出非常热闹欢乐 也反转了一项 比较沉重的同志议题 今年重演汇聚了 大部分的原班人马 演员们形容这很像是 十年一次的同学会 巧妙融合的梁柱 反串故事 用部分音乐剧的形式 来讨论女同志的生活切面 这是沙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 20周年经典重现的作品 《踏青去》 有别于悲情阴暗的同志作品路线 《踏青去》在2004年首演时 就用了欢乐的趣味形式 当时的皇冠小剧场 挤满人潮 就像是一场画时代的同乐会 我有一点想要讲比较坚涩的内心话 但是又怕大家听不懂 所以我就分配了比例 有一半的部分呢 我们就来弹梁柱 然后这样子大家就有共同的文本 《踏青去》就是一个 我们期待其实比较美好 比较欢乐的愿景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用很多彩色的方式 然后比较欢乐的方式 想要突破这个气氛 你说我们下个月就可以登记结婚了 下个月啊 我们就可以一起连 陪欧兰 子女兰 就通通都登记好了 怎么宝贝宝贝你怎么了 怎么又哭又笑了 找回十年前参与的演员重剧舞台 编导徐恩林结合当下社会氛围 修正部分剧本结构 打造全新的服装跟舞台 要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这次有搭配到新的话题 就是比较同志婚姻啊 可能领养小孩 因为台湾的社会也 到了这个话题的阶段了 所以有好几个段落是有改变的 然后我们的服装 我们的舞台 也都换了 那时候因为空间比较狭小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展示的美靴 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演给你们看 我们就是有点太三八这样 那这次呢 在时间剧场 它就有一定的深度 所以我们想来想去 就把它还原成一个古代 我要向大家come out 这是我女朋友 然后我每次都有牵起手 每个人都笑了 笑了很久 因为他们喜欢坐坐地听见同性恋 这三个字 颠覆了女同志族群的灰暗印象 踏青去让女演员勇敢地站在台上 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女同志恋情故事 打开柜子里的秘密 那有关女同志的这个内容的部分 我就有一点觉得我是社会的义工啦 那我们剧场人的方式就是做戏 所以我希望做一个作品 它能够引起讨论 跟其他戏不太一样 其他戏我可能会在意 别人批评我的演技 或者是导演的方法 可是这个东西我就是 希望越多人知道越好 你知道剧场里面 有我们想要希望的wish 也有真实 那我想要做的是 我希望可以变得更好 愉快 然后没有歧视 然后大家也不引以为其 所以我想要那样做做看 也是试水温 也是制造一个假象 除了重现经典 沙妹剧团这次也开设了 以女同志族群为对象的工作坊 学院林说 希望透过周边活动的举行 能够唤醒更多以女同志为题材的创作灵魂 这次做了很多工作坊 那也代表说十年之后重演 我们不只是演 当然我们同学会很高兴 但是也希望借此 让大家再重新回想一下 这个这整条十年的路 我们走成什么样子了 那还能做什么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踏青去用活泼大方的表达方式 在台上记录下了女同志的生活片段 现在正是我俩的大好时机 大好时机那就快快更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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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